这个杂病呢 里边就包括了很多 因情质而导致的疾病 在朱丹西留下的医案里面 都会记录下患者的性情 而且往往情绪极端化的人 就容易患病 俗话说气大伤身 爱生气的人也就爱生病 那么对于这些气出来的病 朱丹西又会采取 什么奇特的办法来治疗呢 有一个患者 叫赵丽道 这位患者已经五十来岁了 正常说五十来岁的人 应该处事很平和了 很会做事了 但是这位性格非常的不好 怎么不好呢 脾气暴躁 朱丹西在这个医案的一开始 就把这个人的体质和性格说出来了 朱丹西说他 置若而多怒 身体本来不怎么好 体质非常的弱 但是他的性格是多怒 具体怒到什么程度 我们下边会讲 总之他非常容易生气 在这一年的夏天的时候 有一天 他突然饿了 非常饿 于是他就跟家里人说赶快给我准备饭 文献记载是大鸡所饭 家里人一听很着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是平时要什么就得来什么的主 平时就得伺候得非常好 才满意 结果呢 这个饭呢 大家想想 不是说我要吃马上就能端上来的 家里人得做饭 文献记载是七家不能集聚 他的家人呢 不能马上把饭就端上来 那边还得蒸饭 还得做呀 就这么点事 这位就发火了 哎呀 这火发的非常大 家里人都受不了了 大家想想 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养生的 对吧 结果怎么样了 结果在过了两天以后 这位就患了一种病 什么病啊 泻肚子 也是治下 开始泻肚子 泻得非常痛苦 这个人呢 自己想办法 怎么办呢 我泻肚子怎么来治呢 他自己想了个主意 用凉水兑上蜂蜜 喝 喝这个 他觉得哎呦 这个好像痛快点 但是这个治下还没有好 最后呢 是把朱丹西给请来了 朱丹西来了以后啊 一诊断 说你这个病啊 怎么患的 是因为你性格不好得呢 跟家里人发火 为什么发火 就因为饭没准备好 所以这个病啊 你也别喝你的蜂蜜水了 没用 我给你开点药 来调一调吧 于是朱丹西提笔呢 就开了个方子 这方子特别的简单 就是人参和白猪 煎汤 用这个汤呢 来送服一元散 这个一元散是个什么样的药呢 是个去湿气 同时安神的药 朱丹西怎么治疗他的病啊 一方面给他补匹 另一方面给他安神 这么治疗 然后呢 让他服用 这位赵立道啊 就开始服朱丹西这个药 服了几天呢 病情是渐轻了 但是呢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打嗝 额腻 不断的打嗝 这时候旁边的医生啊 看了都说 说这样 这应该是虚的 我们给你开点补药补一补 应该 朱丹西说 不要补 他说 物多以待以日数力道当自止 都不要着急 你们不要怀疑 说这是药的力道还没有到呢 大家再坚持几天 那么这个力道到了以后 这额腻自己就会停止的 大家都不相信 说能吗 结果又坚持了四天以后 不但这个额腻止住了 而且呢 他的穴下也好了 那么这个患者呢 就是这种情况 他也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从而导致了他患病 那么朱丹西呢 这个时候啊 没有用情治疗反射疗 而是用了药物 可见朱丹西啊 他是碰到什么情况 就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 在朱丹西的行医生亚中 他还遇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冠病 那么对于这些病人 朱丹西会如何诊治呢 当时啊 在朱丹西的家庭里边 他们家族呢 有一位老人七十多岁了 这位老人呢 这一年患了病 什么病呢 闹肚子 不断的闹肚子 从夏天夏末的时候开始闹肚子 到深秋了 这肚子还没有好 找了很多医生来治疗 是百方莫应 都没效果 最后啊 自己家族里边朱丹西是名医啊 就把朱丹西给请来了 他说你这个病啊 一定是有很多年的沉疾的东西 没有代谢出去 结在胃肠里边了 然后朱丹西就问 说你的饮食有什么特点呢 这位老人呢 想来想去 说了自己一个饮食习惯 这个饮食习惯 说完以后 朱丹西都大吃一惊 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这老人说 他说我喜食鲤鱼三年无一日缺 喜欢吃鲤鱼 喜欢吃鲤鱼 结果孩子们孝顺 喜欢吃就给您做 第二天又想吃了 接着做 结果这么吃下去 三年里边 没有一天不吃鲤鱼的 几乎天天吃 顿顿吃 大家可能奇怪 说这鲤鱼不会吃腻吗 其实江南人做菜很讲究 我估计他们翻着花样做 还真不能腻 但是吃来吃去 就吃出这么一个病来 朱丹西明白了 他说这个 是你天天吃 天天吃 这都是营养物质 没有代谢出去 变成了 痰湿 注湿生痰了 那么大家会有个问题 说这个鲤鱼 在中医里边 不是说是沥水的吗 他怎么会注湿生痰呢 是这样的 鲤鱼确实有沥水的功能 一般主要是喝鲤鱼汤 可以再配点其他药 但是这是在服用一定量的时候 如果您天天地吃 这都是营养物质 中医认为鱼和肉 这种营养丰富的物质 如果您摄入的过多了 超过了体内吸收的能力的话 那么它在体内无法运化 就会变为痰湿 中医管它叫注湿生痰 那么体内痰湿多了以后 结聚在一起 就影响了你气急的运化 影响了脾胃的正常运作 这样就出问题了 那么怎么治呢 朱丹熙告诉这老人 第一 别再天天吃鲤鱼了 这是一定的 然后他开了一个暖胃行气的方子 放了点砂糖 熬好以后 让老人喝下去了 喝完了 过一会儿 朱丹熙告诉他 你把手指头放到喉咙里边 吹吐 这叫探吐 结果老人吐出来了 吐出来什么 半生像胶一样的粘液 这个粘液吐出来以后 当天晚上 泄肚子的情况就减少了一半 第二天早晨 朱丹熙又来了 还是这个方子 暖胃行气 放点白砂糖 让他又喝下去了 喝完了 接着吐 又吐出了半生左右的 像胶一样粘稠的东西 再次泄完以后 这个泄肚子从此就好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不良的饮食习惯 确实能够引起我们身体的不健康的变化 朱丹熙认为 如果你每天跟着自己的食欲走 渴求美味的话 那么你的健康一定会出问题 这是朱丹熙的一个养生观 如果我们能够听从朱丹熙的意见 清淡饮食 控制我们的食欲的话 那么我们的健康问题会好的很多 有一位患者叫胡军熙 这位朱丹熙上来 先记录了他的身体情况 朱丹熙说他行肥而大 朱丹熙说他行肥而大